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钩边的这一系列的配件 不用多说我们避震的所有的配件已经是肯定是有的了 但是我们日常需要维护或者是使用的这些配件的话 现在就已经放在这里了 比如就说是我们的气室 还有我们的下盖的密封的欧圈 然后还有调节密封欧圈这些间隙的垫片 等一下我会说到另外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全车的弹簧 在购买套装的时候的话 里面其实已经是有了6套弹簧了 但是这个里面也会有6套弹簧 所以的话如果是购买了我们车架的同学 就可以再去额外去购买这套弹簧 那么就可以凑成一个完全体 那么如果已经购买了乌苏卡尼套装的避震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再去额外购买这套弹簧了 还有另外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一个避震油 一个乌苏卡尼的一个矿物油 它可以去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欧圈 不让欧圈经过长时间浸泡的话 也不会去太大程度的去更改它的一个尺寸 还有欧圈之间的化学反应的话 会比较什么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这套小避震的一个专用油 当然了现在我们的避震的话 现在出了新的这一套欧圈和垫片 假如你是一个比较熟手的 对避震比较了解的 或者是你一个是一个一比十车的飘移玩家 或者是之前有接触过这些一比十的油压 避震的话 通过欧圈和垫片的话 也可以使用overdose的矿物油也是ok的 所以号数比较稀的这种矿物油 都可以去使用了 另外一个现在的一个新产品 一个新配件 是一个非常辛勤的一个避震支架 所以的话趁着今天就赶紧开箱一个 当我们灌油的时候的话 它可以把我们的这小避震给它竖上去 它是一个避震支架 或者是这样也行 都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 它是一个非常辛勤的一个避震支架 下面是一个不锈钢的底座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重心不稳 它的重心非常的稳 它的重心是很稳的 所以的话把它摆在桌子上 摆一套小避震也是一个非常辛勤的一个工具 小板件 这个东西的 因为像这么小的避震的话 你想把它拿在手里去 滴油的话 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就先将配件 现在更新的配件介绍到这里 给大家先带来一个我们避震的一个保养 顺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套避震的一个结构 还有安装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了开始吧 好嘞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一套 1-24的一个油压避震的一个保养教学 我先介绍一下这三包配件 这个是皮碗 我们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话 就会需要一个更换 因为就是一个硅胶材质 那么长时间和我们的一个避震油 进行一个接触的话 它还是会慢慢慢慢慢慢 它的尺寸会发生一些轻微的一些改变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欧圈 欧圈是以避震日常保养必备的一个配件 在我们的日常使用过程当中 当你发现你的漏油方方面面 始终很难以解决的时候 这时候最直接的办法 可以尝试去更换这个欧圈 这一包欧圈的垫片 就是用来大家可以理解为调整一个 避震心的一个松紧度的 当我们漏油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垫一点这个垫片 进到这个欧圈 然后下盖 因为它是通过下盖压缩这个欧圈 然后来起到暴紧我们避震心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比如说漏油的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从0.1 0.2 0.3 进去往里面去垫 根据自己的需要 当我们过紧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去通过减少垫片来去解决 当我们假如你没有垫片还是紧的话 那就说明欧圈已经变得很肥大了 这时候就需要勾换新的欧圈了 今天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先拿一条避震 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日常 我们保养应该注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想要做的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下舱 这个下盖这里会有一个缺口 这是避震的一个抵托 为了方便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避震的脚牙环 给它拧到顶 这样子的弹簧会有一个松弛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的 把这个弹簧给它压出来 OK就已经成功拆出来了 拆出来了以后的话 拿住我们的一个水口弦 记得夹它的根部 千万不要夹这个避震心 会把它夹花的 夹住它这个根部 拧下来我们的球头 接着我们手劲比较大的朋友 可以去直接抓住这个避震筒 去拧上盖 如果你手边有避震前的 当然就不用再去为此而苦恼了 直接用避震前来夹住这个位置 用4.0的这个地方 记得一定要轻一点 我轻轻的夹住它 好了 拧开来了以后的话 我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这个避震的话 比较小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哪怕把它倒过来 它这个油都不会不会流出来的 这是非常好玩的 我第一次第一次装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东西 这时候的话 我直接把避震心 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了以后的话 拿一张餐巾纸 把上面的表面的油 给它擦干净 里面的其实是油非常非常少的 就几滴 我们再把餐巾纸卷成 这样子伸到避震心里 避震桶里面 把里面的油给它吸出来 好 OK 这样就算是擦干净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到了拆下盖的地方 上盖的话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拧开 而下盖的话 很多小伙伴会问我 他拧不开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拧下盖 我们首先它会有一个台阶 我们夹住这个台阶的这个位置 我们轻轻的捏住 这个时候更加切记 不能使劲捏 因为你使劲一捏的话 把这个就捏坏了 捏扁 有这个车子的同学 肯定会有这个Bm Hobby的 这个小扳手 如果没有的话 就找一个4.0的小扳手 这时候我们找一下这个位置 卡住了以后的话 我们这样逆时针 这么一转 拧出来了之后的话 拿出我们尖一点的这种镊子 把里面的欧圈 好了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用清洁剂了 记得清洁剂 一定不可以去喷 欧圈 或者是这个 气室 这些地方 这些胶件 胶件类的东西 记得一定不要用清洁剂去喷 我们就是简单的 用金属的清洁一下 就OK了 清洁完之后 同样的流程 我们先要用纸巾 把这个下面给它擦干 一定要 我们放所有胶件的地方 不能有清洁剂存在 清洁剂的话 对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俯视性很大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非挥发性的 所以等它挥发干 就OK了 把我们的欧圈 只是用纸巾擦一下就行了 我们的气室 也是给它擦干 就可以了 我们的避震 就已经拆解开来了 这个脚牙环的话 然后我觉得平时保养的 没有必要拆下来 所以我也就没有去拆它 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它 完全拆解了 我们装回去的时候 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 要把欧圈先给它放回去 OK 拿镊子 这样轻轻的 拖一戳 像这样轻轻的戳一戳 记得一定不要去使劲 去扎它 如果扎穿了以后的话 它就肯定会漏油了 那么好了 OK 这个时候的话 我再把下盖装上去 装上去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去 借助避震前了 我们直接用手抓住 它扭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手部力量 已经足以把这个底托 给它拧得很紧了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避震心 给它装回去 因为我们只是保养 大家记得第一次装欧圈 假如它是一个全新的欧圈的话 记得可以用避震油 把它浸泡大概一个小时 充分的让有油去润滑它 这时候装起来的避震效果会更好 好了 OK 那么这时候我的避震就已经装好了 这时候的话 我现在就要去灌油了 我们拿出一个新出的支架 我们把小避震给它放上去之后 我们拿出我们的避震油 大概灌满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 进行上下稍微轻微的做一下 上下的活塞运动 把它的气泡 给它排出来就可以了 气势的话 它下面一边是凹的 一边是凸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像一个碗一样的 大家眼睛叫做皮碗 把凸起来的那一面朝外 凹下去的那一面朝内 等于让凸起来的那一面 顶着那个油 拿镊子 把外面外圈轻轻的 给它装在我们的上盖上 这时候 我们就直接拿出避震 给它拧上去就可以了 拧上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先不要拧紧它 把避震芯给它戳到底 再拧紧 这就是一个半回弹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装一个全回弹的话 就把它避震芯完全拉出来 把油尽量的可以去挂满一点 直接一次性盖紧 我个人比较喜欢装一个半回弹 盖紧 这个时候的话 我一个避震就装好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拿出清洁剂 把它喷在纸巾上 喷在纸巾上了以后的话 稍微擦拭一下我们的避震 把表面的油给它擦干净 这样我们一支避震就基本上是装好了 还是同样的办法 拿出水口前 轻轻地夹住这里 把秋头淋上去 好了 我一支避震 这就算是一个保养好了 我再把弹簧这些东西给它装回去 就OK 好了 刚刚我跟大家来演示了一下 1-24的油压避震的保养过程 包括我们的拆解组装的详细过程 刚刚都已经演示给大家看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我 现在然后跟大家来关于一个漏油 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很多朋友们会说 逼震的话会有一些漏油方面的一些问题 漏油我会总结了一下 大概是有以下三点出来的 第一个就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话 一拿到手一打开盒子就已经发现 它已经是在漏油的了 那么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八成状况下 它假如不是属于那种油漏的满盒都是 只是上面会有一些亮晶晶的一些 渗油这些东西的话 它其实并不是漏油 我们只需要拿出纸巾用清洁剂 它擦干 这样就可以了 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铺厂组装时候 并没有把这个油清理干净 只是上面会残留 会有一点点这个东西 也希望大家理解 之后的话 我们会把这道工序的话 会做的更加完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我们在把玩的过程当中 有些朋友们会觉得 这玩意挺好玩 这么小的油压避震有意思 把弹簧一拆下来 开始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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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在把玩的过程当中的话 会发现这个油怎么漏出来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个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们的抵托没有去拧紧它 下面的油风没有去拧紧它 第二个的话 我们的上盖没有去拧紧它 这是两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了 很多玩家都可能会遇到 因为避震的结构非常的小 而且我们会要将它的形成 给它尽量的最大化 所以上面的气势 我们的上面就是所谓的皮碗 它其实是非常薄的 大家比如说是皮碗 这个是避震心 我避震心上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压缩到皮碗 一压到皮碗以后的话 它的一些压力的话 就会导致这些油的话 放出来会去渗漏一点点 这个都是一个很正常 更甚者的话 还会有把皮碗给捅变形 或者是移位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都会有 我们的一个解决办法 第一种 在我们出厂的时候 避震心和熟头胶这个位置 并不是说是百分之百 每一条 我们都是拿着卡尺卡的一模一样的 大家的话 如果有强迫症的玩家 我们只是尽量的去一样 那么有强迫症的玩家的话 可以把避震心尽量的拧多一点 往里面拧多一点的意义在于是什么 我在顶下去了以后的话 整个它的行程就没有那么长了 尽量的然后让它 让它给上面的皮碗的位置 稍微多一点点 没有那么长的话 我们尽量的不要去给皮碗 施加太多的压力 这样子的漏油的风险会大大减小 哪怕只有一个0.1 0.2 这都已经是对皮碗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了 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种我们在一笔实车上面 去用过的一种办法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把避震心 球头胶给它拆下来 拿一个垫片 比如说拿一个这样一个0.5的一个垫片 穿过这个避震心 这个时候我再把球头胶给它拧回去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想去拉长避震的 总长度 避震长度不够 我想把它球头胶往外面拉一点 拉一点了以后 我又担心这个避震心顶到底了以后的话 会顶到皮碗 那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球头胶往外拧了0.5 但是我上面又装了个0.5的垫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 当我把避震顶到底了以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垫片 刚好就可以去控制到我球头胶 与避震之间的一个间隙 等于我的避震顶 还是没有去顶到它的皮碗 我的避震心的顶部的话 还是没有去顶到这个皮碗 对皮碗 其实已经是产生了一个保护 不管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去使劲的去冲击它的话 它都不会有任何漏油的一个迹象出来 因为我对皮碗 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保护 所以对于 假如你想要去提升避震总长度的话 把球头胶更换更长的也OK 把球头胶拧出来一些也OK 拧出来之后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垫上这个垫片 来保证到保护好我们的一个 避震里面的一个皮碗 第三种情况 就是欧圈的一个漏油 就是我们下面油风上的漏油 刚刚我在装的时候的话 跟大家已经有解释过了 包括我们新出的这个欧圈 还有这个垫片来干这个作用的 假如我的欧圈这时候已经漏油了 怎么调都没有办法 或者是他我使用时间长了以后 他已经产生老化了 然后他已经变得肥大了 把避震心卡死 或者是他一不断的去漏油 那么时候我们更换这个欧圈 假如你装上欧圈的时候的话 刚一装上去 它完全是在一个漏油的状态 这时候不要担心 我们用这个垫片 它有0.1的 0.2的 还有0.3的这种黄虫垫片 只需要你垫上去了以后的话 再拧紧我们的这个下盖 这个下盖的话会挤压我们的这个欧圈 当你挤压不充分的时候的话 它等于是抱不紧避震心 这是一根避震心 我挤压不充分的时候的话 我抱不紧这根避震心的话 避震心可能会在里面晃 这时候的话 油就会沿着缝隙流出来 假如我通过挤压欧圈的话 然后我把这根避震心的话 可以抱得很紧的时候的话 那么这根避震心的话 它就不会再去漏油了 当然也要调到一个合适的松紧度 避免我的欧圈过紧 来导致到一个避震心的不顺畅 那么漏油的问题 通常也就是以下三点了 如果大家还有发现 有什么其他情况的一些漏油迹象的话 欢迎来告诉我 我来想办法来告诉给大家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对于我们 这个BM Racing的支持 和对Yosukani的一个支持 好嘞 谢谢大家